那我現在有一個想法,我們原來裡面是有幾棟建築? 六棟 六棟,那六棟大概是幾層樓? 那個我們把高度也降低了 那個剩下三萬七千坪,本來五萬七啊 那個量體減少,因為獨立生態環境 但是那個功能都還存在 所以現在是三萬七千多坪 那三萬七千坪,如果說建築用地,不是建品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建高起來 建高那個是以前政府一直鼓勵我們建高 像這個33坪也是三萬多坪 對,但是那個又有一個叫風牽效應 是,風牽效應 蠻重要的 就是 可以過來一點嗎?聲音 對,那個高度看起來是可以往上發展 但是你如果考慮當地的生態跟環境 還有那個風的走向,還有這個鳥類 那些鹿域跟牌域的這些生物的話 我想還是盡量不要太高 盡量不要太高 它的影響是什麼?沒有聽太清楚 太高是嗎?太高你那個風啊 就是 因為風的 越高越大 冬天的風向跟夏天不一樣 是 那那個你如果擋住的話 那個 對附近的這個氣流跟生態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還是要讓它比較跟自然 能夠融合一點 因為那個地方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莊園圈其實是需要這種地方 因為學術環境你不需要它跟工業區類似嗎? 學術環境就是希望有一個環境對不對? 那生態環境的這個條件在這裡很好啊 學術界本來都應該是在這種比較 比較有生態環境比較好的地方 那不是去那種工業區或什麼區 那個不太適合嘛 因為你需要安靜 需要乾淨安靜 外面的人也都利用專案件 當作它的那個破花園啊 或者晚上呢到這裡來休息嘛 所以學術單位其實也是提供給市民的一個 等於是緩衝的 緊張生活之後的一個 比較能夠紓解壓力的地方 那專案件其實對鄰居都是開放的 我們能夠去202嗎? 根本不能進去嘛 那你們為什麼要對202這麼保護? 建議拜人進不去 為什麼? 進不去 進不去 我們假如我們建了 順利建的話 這個東西是開放的 就像文宴區一樣 文宴區 車輛當然有管制 但人我們沒有管制 那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 專案件對台北市是加分的 對啦,你說搬到別地方 南港對... 專案件對南港是加分的 那跟信義區是不一樣 信義區就是經貿 這裡不是啊 這裡有藝文嘛 有科技嘛 有住宅嘛 有商園 有經貿 就是一個比較... 機能比較完整的地方 那假如專案件翻開啦 我想它... 它是... 失分嘛 不是加分嘛 所以... 對整個台北市來講 也不是好事情 台北市有這些學術機構的存在 會變成一個 跟人家不太一樣的台北市 我現在的想法就是 我們現在是六棟建築 那是三萬... 三萬... 七千... 三萬七千坪 那... 我是想說 那如果我們把它弄成... 超高層的話 超高層的話 它很可能就... 就需要的... 土地就比較少 對那個... 我們是這樣... 原來這樣設計啊 就是考慮到那個... 那個... 風切效應 就是一些生態專家 他就建議說 不能太高 對 而且我們設計高度 不是每一樣 要考慮它的... 地形的問題 哪個地方 看起來如果在唐突的話 就... 那個生態的... 那個... 跟自然界的融合度就減少了 生態跟自然界的融合度 對啊 因為那附近都是生態區嘛 是... 所以你建築就要考慮到 怎麼... 怎麼容納... 進入這種自然的環境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 不在那裡面 那我們在...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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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區... 附近 對啊 你們一直... 一直在幫我們找地方 對 我覺得你們應該幫國防部找地方 沒有人歡迎國防部嘛 是 所以應該幫他找地方 不是幫周安研究院找地方 是 周安研究院不必你們幫忙 是 一直要幫周安研究院找新的地方 這附近只有住宅區啊 住宅區的話 其實就是有私人產權的問題 對 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 是要三萬七千坪 那他如果可以... 我們如果可以蓋高一點的話 那我們需要的這個土地 就是比較少的 對啊 但是喔 研究機構跟住宅不一樣嘛 住宅可以高的很高高 研究不能這樣 譬如說 有一些 實驗室就不能太高 你地震來怎麼辦 那危險性就增加了 你一搖 一搖 這一些... 這一些... 越高搖得越厲害 越高搖得越厲害 對啊 就是怕這一些 裡頭的東西 掉下來或什麼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 安全的問題要考量 哦 因為我是想說 因為我們實際上有四個其他的單位 那這些... 這些單位他們也要做研究室嗎? 不是嗎? 有研究室都是研究 譬如說 軟體園區都十九層二十層嘛 不是,我是說 我們要進駐還有四個單位嘛 一個是... 都是研究啊 他們也是研究室 對啊 對 哦,我以為他們是... 哦,他不是研究 就不一定要擠 哦,他們也是研究 就是類似的研究嘛 才記在一起啊 哦 你看軟體園區 本來不是設計軟體用的嘛 結果有一些生計研究 其實不適合 太高嘛 太高 那在底下的... 辦公的人或什麼 就擔心 上面怎麼再做研究 那也不方便 你為了... 送東西或什麼 跑到那麼高層 對 那研究的可以放在... 第一層呢 不是做研究的 爬上去或是好 一樣 在一起 基本上都是屬於研究的 哦 不是研究不分 我們到哪裡去都可以 裡面全部 其他的那幾個 都是研究的 他們也是放研究室在裡面 哦 所以不能放這麼高 而且這幾個單位 互相之間都有相當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有群聚的考量 要沒有這個考量 那就很簡單 不平的 怎麼辛苦 那請問一下 您說這個地方 有什麼好處